2014亚洲小姐竞选总决赛 经过连月来的波折下 11月22号终于在亚洲电视台圆满结束 19位佳丽穿上七套不同服装 在台上施染浑身解数争取入围 经过十个环节的各项考验和筛选后 结果有8号张义军爆冷夺冠 同时他也夺得最完美肌肤大奖 成双料冠军 赛前大热来自多伦多的19号唐淑薇 只屈居亚军 同时他获得最上进小姐 友谊小姐和亚洲女星魅力大奖 成为四料亚军 基金由14号陈阳灵多得 而他也同时获得最完美体态大奖 但得奖后 陪在后冠时却发生跌冠事件 非常的兴奋 我一下子好激动 没办法说话的感觉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觉得这次表现有很多不足之处 自己也没有表现得很完美 因为脚伤的关系还有其他原因 我没有办法一直和大家一起排练 心情真的非常激动的 能得到冠军 另外大会也颁发全球网络票选冠军 给5号李玲玉 而最灿烂笑容大奖则由6号 来自纽约的刘佩新夺得 19位嘉丽需经过两轮淘汰后才诞生5强 大会颁发季军后 从余下来的四位嘉丽中再筛走一位 由最后三强中选出冠亚奖项 过程相当刺激也相当残忍 由嘉丽忍不住难过心情当场编嘴 至于赛线大热9号 由翻扮中嘉新支撑的韩飞尔大热稻造 也在台下狂哭 觉得我感觉很迷茫 我可能不知道自己下一秒 离开这个舞台 我应该去干嘛 感觉很 感觉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 我觉得不会失望 但我反而让一直疼爱我 一直帮助我 一直陪伴我的人失望 对不起 今晚节目历时两个半小时 一如过往传统过程沉闷兼无新意 亚师给嘉丽悉心安排泳装环节和舞蹈环节 大秀身材 当中泳装环节最引人入胜 鉴于今年大部分嘉丽身材出众 在性感泳装衬托下相当扬眼 17号林美玉已强劲捣弹胸 展示四寸事业线厌绝全场 而18号邱嘉荣已继续以跌宕亮相平分春色 而1号徐亮兰以三寸事业线抗衡 8号张义军一战式骑杀手锏警钟凶 而14号陈阳环原本平平无几 但在小马泳装催骨下相当突出 却不得不许 这一句